因为所有的市长出访 其实议员会被邀请去 为什么 因为议员要去监督市长 有没有浪费公堂 你去那里有在那乎买来吗 所以你这个市长 要出国去考察 有没有邀议会议员同行 过去 永哥也当过台北市议员 我们那时候只要市长出访 我们是用抽签的 不管党派所有人去抽签 两到三个议员会陪的去 而且行程要向议员公开 所以全部都要公开 因为这是名指名高 侯友宜跟母 我来回应一下好了 因为侯友宜是新北市市长 他以前第一次就是刚上任的时候 第一次出访 确实是有跟议员一起 那次是去北欧 那其实也不是跟议员一起 他其实是来到我们的行程 如果说到我们的行程 就是我们议会已经决定 要去北欧参访 然后市长他们那边听说我们这个参访行程很不错 就说要跟我们一起去 所以其实是市长来到我们的议会 他给你打的就对了 对 我们就只有跟市长这么 他来到我们那一次而已 接下来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市长其实他都自己私下安排 所以这一次的新加坡 他的参访行程 我们是完全不知道 我昨天是看新闻才知道 所以其实对议员来讲其实是一种不尊重 对议会来讲也是一种不尊重 你看总统要出访会邀请各个党派的立法委员跟着他一起去 当然这次一案的是国民党都不派人 所以我补充一下 所以这个行程到底是原本就安排好的市政参访行程 还是绕跑在躲避罗友治的议题 当然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绕跑啊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在议会会躲不了哦 大家有讲说 是不是因为九二共事要搞啊 有那个孤王会谈的纪念日 我跟你说他没太多啦 你如果太多我跟你说 每天去 基者去 议员都很爱去 他组好大招啊 大家正在说我侯友宜没有国际官 没有这个国政的能力 我当然把它弄得最大 他没太多 我怎么会想多下去 对啊 而且的话你看 我就表示说 他就是施力不周嘛 我告诉你 所以你选和做总统他还没选 没有啦 我不知道我会说 黄世修怎么说 黄世修还说 你的九二共事跟国民党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果他能够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他把这所有的新加坡行程想得这么周到 我告诉你黄世修怎么会修理他 所以他当然是因为罗友治这件事情 他答不出来 而且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知道啦 如果你被抹黑 你被诬赖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以送死棒嘛 我给你鼓励就不再买我嘛 而且对罗友治其实 罗友治也是朋友啦 我也有点了解他的个性 他的个性是他会干到底 除非你跟他放软 不然他会干到底 那侯友宜这个动作算不算放软呢 所以大家也都在问 不过在这里啊 维权是新北市议员啦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你又是律师 你看他的经验 为什么他怎么不拿去 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啦 因为侯友宜跟我们共识那么久 我们都知道他的个性就是铁针针的汉子 他就是不高兴跟你这个算是短兵相见 所以针对这么严重的指控 说五百万啊 去瞧议员这件事情 其实那天 罗友是在这个脸书上面发表时间 是礼拜天的早上大概十点左右 那天其实我们新北市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 就是追火车 所以市长也有去参加那个追火车的行动 就是马拉松比赛 所以大家就笑说 奇怪 市长是去跑马拉松跑到累了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出来回应 再加上我相信侯友宜他的幕僚团队 大家各个都是精英高手智囊团 绝对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侯友宜来讲 是非常非常伤害性强大 尤其是现在要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的关键时刻 所以不出来讲非常奇怪 再加上昨天有两位议员 他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出来做保证 所以种种看起来 其实根本不像侯友宜的一贯做法 他就是觉得说我被污蔑 他不是有讲吗 他不容许被污蔑吗 那不污蔑他又出来笑笑讲说 这个我们尊重这个言论自由 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都知道啊 你回有回答跟没回答不是一样吗 不过是 民主法治国家 可以在电影院喊黑小族吗 民主法治国家可以随便跟人家讲说 你在选举的时候要用贿赂什么 去给人家五百万的影响选举 可以这样子讲吗 不过我勇哥 我现在想想 我觉得他讲那个 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另外一层用意 除了打高空之外 他意思就是 我在看看我要不要搞 保留我的权力 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还要再看 除了国内要注意以外 那当然我们更要看看 其实中国 哇他动作不断 有几件事 新闻额让大家了解 台湾的选举 中国严重的在介入 要让大家看 第一个 除了他在台湾海峡附近演习以外 中国现在突发航行警告说 18日黄海有重大军事演习 大家知道黄海 黄海是韩国 跟中国围起来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内海 其实他也不完全是内海 不过18日9点到12点 在黄海的部分海域举行 重大军事活动 船只禁止入内 结果网友就说 不然你是要找虞 鱼又招谁了 远给他们国内看的 转移焦点 那王国财 我们的交通部长说 国籍船舶行经时会特别注意 相关单位发布的讯息 再看看 最主要是 黄海一出来就是日本 结果日本现在正在举行G7 这个外长的共识说 挺身对抗中国任何的胁迫 中国胁迫与日绿增 所以蓬勃说 台湾采购400枚的 暗制鱼叉飞弹 那我们再看自由时报又登说 中国鼠疫对象 未当选总统恐怕会侵台 所以麦卡尔说 美国应该尽数来交付武器 给台湾来保卫台湾 这个时候他突然间给你发布一个 要在黄海演习 那美国起诉三十几位中国的网军 示范给台湾看吗 所以这个我们看看 这些人都是二十到四十岁的年轻人 因为这些人大量的假照 各个社群网站的账号 假冒自己住在美国 所以美国起诉这三十几个人 所以大家看到 有人创了一堆白人账号 然后大量加入美国各地的宗教或流行乐的社团 然后偶然贴车亲中的资讯 另外上级会在特定时间给予任务 例如要在下班前贴出一篇自己写的反对香港抗议的文章等等 遭到这些账号骚扰以及恐吓等等的这些威胁 许多人都碰到了 而且这些人都是人权运动者 所以另外有完整的教学系统 教你怎么样去作假讯息 所以美国起诉了三十几位中国的网军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 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在影响台湾的选举 所以致胜怎么来看这一些相关的报道 是 就从这个他临时又在黄海增加军事演习的看起来 刚刚永哥提到 确实中国他是无所不用除其 而且无孔不住的在影响 其实不只台湾他想方设法在影响每个国家的 这个相关的政治的运作 那当然很多的部分是剑指叫你不要来干预台湾问题 像譬如说黄海的这个部分 他是很突然的 不过他说法各有不同 就刚刚永哥提到说 这个如果你看的话 他这个在原则他在青岛出去不远的地方 他对面就是这个韩国 在远一点点就日本 那现在在日本在看 日本在进行G7的外长会议 然后金小胖昨天也才试射导弹 到这个黄海这个地方 也就剑指这个南韩跟日本 说你们在这边开G7 那我也不爽他也要做 那中国也跟着做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演习 是不是借此来呛下G7 借此来呛下这个日韩 这个其实可以观察 因为G7外长会议很清楚了 他们做下来第一件事情不谈乌克兰 就先跟你讲台海和平稳定 是我们共同所要关注的 中国偏偏改变形象 是我们共同要谴责的 所以不爽了就演习了 就立刻就宣布演习了 当然但是我们官方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因为每年的四月这个时候 其实中国大概都会在黄海一带做演习 这个也是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423是他的海军节 所以他通常在那边会做一些演习 准备作为他海军节 如果习近平要去那边考察 要干什么的时候 所以要先做一些基本的演训 可是他演习 现在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小岛上的小演习 可是他发布是说重大军事演习 这是他认知作战 他也跟你说进航区 我要这里要关三天 结果原来只有六个小 只有27分钟的那个火箭的掉落 人家以为是多么重大的 这个所谓的在进航区 要对台湾施压 所以一样 他把一件可能很小的事情 借机把它发挥成很大的 让全世界以为他这边要 又要虚张认识的做什么东西 可是事实上 可能还是只是小范围的东西 可是这个你会看到说 所以你会看到中国 他其实相关的做法来里面 很多他是掺杂着 把很小的事情 做成很大的认知作战的运用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刚刚看到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起诉这么多网军 因为这些网军就会云木混出 把很多东西全部混在一起 然后假装自己是美国人 假装自己是美国国防部的军人 假装自己是美国的爱国人士 然后散播在美国的网上 散播各式各样的讯息 谣言 而且还要上班下班定期的散播 不然有KPI的要去这个参考的 像不像台湾很多奇怪的侧翼网军 也是这样的做法 台湾又有很多这样子 所以有人说美国起诉这三十几个人 示范给台湾看 我们台湾又有很多这一些网军过来 有可能是中国的或者从哪里过来的 欧白说一堆 前两天那个不是说什么 中央山脉吹过四驾歼20 还有蹦很大的超音速的声音 那些新闻真的多大 不过本来被干掉的电视台 在网路上面把这个新闻连成合成照片 一起做出来说你看歼20 已经飞过我们上空四台 我们的国防部完全都不知道 假新闻嘛 我们不知道美国不知道 连中国国防部自己都不知道 结果这个新闻台知道 因为中国的网路把它拔不出来 所以看起来这三十几位中国网军被美国起诉 真的我们台湾要好好的去思考 我们相关的这些国防国安的问题 所以罗医师 怎么来看这些事情 我记得不久前 曾经有日本的报纸 然后告诉我们说 他觉得台湾的很多退役军官 要去注意他们的忠诚度 那我们自己是台湾人 我们清楚 有些人真的很好 值得尊重 确实是有害群之马 那同样的美国现在 把一些我们说的这些假冒成 美国人的 这些我们说的网军 把它起诉了 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也要注意一下 这些人可能没有办法 伤害到美国的权益 因为这些人很渺小 美国很大 可是这些人 如果他换个地方在台湾 可能就伤害到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未来 那美国都起诉了 台湾难道要继续 在那边做梦吗 那我们回过来看说 最近也发现了很多中国的军演 他发生了 雷声大 雨点小的问题 讲得很大很大 结果稍微就花点军力 就解决了 这代表什么 我跟大家讲 习近平也会累 习近平是不是人 也是人 维尼也是个生物 他当然会累 当他看到说法国中人跟他说 哈喽我们一起来 马上被整个欧洲踏罚 当他看到说德国外长跟他讲说 你们在破坏国际秩序 当他看到G7所有人开会说 我们要维持国际的稳定 当他看断美国人 他们的民调说 我们都支持台湾 他会不会累 他会累 所以飞机一直飞一直飞 我说 没有核心目标的叫做迷航 迷航之后怎样 就是雷声大 雨点小 此刻的中国 经济很差 我们台湾一个人发6000 有人在说 6000好差 怎么就6000 去看一下中国的状况 连6000块都很难从银行提出来 这就是两岸的差异 所以回过来 你要什么样的制度 你要什么样的政体 你要怎么样的国家未来 你占不成成民主自由人权 台湾的价值全就看到 我们看到美国人起诉了这些 在网路上 吃美网粮 探装网法的人 台湾的政府 我觉得也要加紧 来处理台湾内部的问题 所以明玉 所以看到美国 起诉这三十几位 中国的网军来讲 台湾其实有这一种 包括中国网军 或者我们内部的人 在那边胡说八道 中国网军弄个假消息 他立即引用 而且是过于引用 像刚刚志胜讲的 什么6000 什么箭20 超音速背负我们的中央 山脉 我们国防部都不知道 还有中国的军人 大家就不知道 这种的阿甘部 这怎么一回事 现在就是欧白部 那欧白部 他这种就是认知作战 那当然就是说 这种太嗤之以鼻的 大家不会相信 考验大家的智力 可是有些啦 有些譬如说什么 一些淡的假新闻 我们之前 不是在讨论缺淡的时候 三分真七分假的 对 那个缺淡的假新闻 这个有的人 就会真的信以为真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 你一百样 你去洒出去 那种网军一百样洒出去 你只要让他中一样 他就中了 而且只要台湾有 不要说啦 百分之零点一相信 这一次百分之零点一相信 下一次再百分之零点一 下一次再百分之零点一 就好像在切蛋糕 切到最后 搞不好五十%的人相信 这样最近就有一个消息 不是就是开始在引述说什么 那个印尼 不是要来开始撤侨吗 就讲这些新闻有没有 那这个开始大家大幅的报道 那事实上这个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这开始就是说 连印尼都要撤侨 这个陈玉珍还跟你加码说 包括什么美国 日本 还有什么英国 也通通都要加入撤侨 有三个大国要开始加入撤侨 你看连立委都加入这样子的 一个渲染的行列 我会觉得说这样甘好 坦白讲事实上 你这个是中国现在开始 无所不用急急 他不只对印尼施压 他也对菲律宾施压 菲律宾不买单 还直接嗆他说 他是叫菲律宾讲说 你要想看你在台湾的菲律宾 你有十五万的移工 你要想看他们的安危 所以你要支持台独 菲律宾讲嗆他说 你反而是来干预我们的 可以吃吧 他要惹你re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